众生所有为这门 众生是上门 连觉 菩萨 佛 都是从这个门里成就的 这叫门 我曾经在讲习里的同学们讲过 中文教详 在中国年轻年当中 成就的人就真正明心见心 坚信成佛 审视报处的人 肯定超过三千人 佛教室公元六十七年 正式穿到中国 将近两千年 有这么多人拯救 念佛往生到净土去成佛的人 这两千年来 我保守的估计是十万人 你是多数人啊 我们除净土要走别的门 我们走不通 我们没有那么能力 我们去往生就 这门我们走得通 我们又保护 为什么 那些门真的要断烦恼 断烦恼难啊 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 在意我生 只要我们有能力 把烦恼扶住 就能往生 扶比断容易太多了 怎么够伏法呢 依据阿弥陀佛 是要慧念 当我们齐心动念的时候 不管是欢喜 是忧虑 还是恐怖 还是怨恨 这种念头一生 阿弥陀佛不得压住 什么念头都归到阿弥陀佛 这就把烦恼扶住 这就能待业往生 阿弥陀佛需要这个调节 你扶不住 那就没法死了 扶住反倒 临命宗室在扶的时候 迟了来不及了 平时要训练 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训练 顺劲 善云 不齐 叹心 不齐贪念心 喜欢那个心 那个念头一起来 阿弥陀佛 用阿弥陀佛取而代之 逆经 过云 这个冲突 成会生起来说 阿弥陀佛 都把它打掉 通通通 归着一句 阿弥陀佛 这叫会念 这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像练兵一样的 临命宗室是打仗 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 你就往生了 48元第18月 临命宗室 一念十年 都能往生 可是平常你不念 到临命宗室 你那个无欲气情 要是出来了 你怎么办 立刻就到山头去了 能不能往生 是最后一念 平常不用功不行 平常不放下不行 平常什么都看得很淡 样样能放得下 我们的烦恼就大幅度降轻 没有那么严重 这句佛号 很容易把它换过来 所以一定要放得下 要知道这个世界 什么能确实下的 一场哭 真的 你把它看成做梦 梦里都得到黄金 不会喜欢 起来的时候 一样一样 梦里就遇到了 是冤家对头要杀害你 没事 行过来的时候也没有了 全都没有了 把这个世界看作梦境 把这个世界看作什么 看作我们旅行 观光来玩的地方 这地方一样东西不是我的 过年天我又走了 日本我这次来是第七次 第一次来住的时间最长 住了二十一天 其他的大概都是一个星期到十天 把世界当作旅游的地方 观光旅游 不是老家了 老家在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地方将来 我们一样都带不去 连身体都带不去 你何必要支出 何必要占有 这种什么都据为己有 这个念头是最糟糕的 这个念头是三土的念头 有这种念头的 没有不多 我会出生地 这叫真正于痴 没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怎么会干这种傻死 可以 好 给你 我